购买机上盒加入会员就可以观看许多节目在台湾贩售的安博盒子 上市后引发侵犯著作权争议 曾经检警多次大动作前往机房以及贩卖的门市查契 并且也到黄信负责人住处将人带回调查 就在检方起诉后经过一年的审理 判决结果也出炉 因为侵犯著作权负责人黄信男子遭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安博公司也必须罚款一百万 而民事的部分负责人和公司要赔偿18家电视公司 53个频道每个频道两百五十万 总计一亿三千多万 原来黄信负责人与大陆犯罪集团合作 找了不知情的两名同学取得频道会员账号密码 提供给大陆共犯 再向台湾公司租用电脑伺服器 窃取影视讯号画面 传送给购买安博盒子的用户观看 当初检醒搜索后 因为机房的设备也被查扣 打开安博盒子违法的频道变黑画面 完全不能观看 检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 一抓再抓 安博盒子皆以改版方式因应 继续贩售机上盒 甚至连日本朝日电视频道 也遭侵权公开播送 一审官司不代表结束 已经又可以观看了安博盒子 也一点一滴伤害台湾的影视产业 第一位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